天色還沒亮 民眾聚集 有人稱讚 有人直接穿雨衣 就在一旁搭設帳篷 古典樂團演奏悠揚情聲 現場人越來越多 棚子都站不下 往後面走就是沙灘跟大海 大家抱著期待心情 排排站 原來這裡是台東太馬里 著名的千禧樹光紀念園區 2023新年第一天 不少人就衝著第一道樹光而來 一定要來 大半夜從高雄騎摩托車到台東 就為了一堵樹光風采 只不過 沒有錯 還是沒有曙光 連鄉長都好失望 東部從跨年當天開始 不只雲亮增多 更是下起陣雨 天氣狀況不太好 太馬里本來預計清晨6點12分 要出現樹光 最後根本都看不見 從2001年到現在已經連續23年共沽 另外台東三仙台與市甚至更大 還有竹鳥交界一帶的官務 熱血大學生就算寒風吹拂也要等 而屏東肯丁跟嘉義阿里山 好多人也是早早卡位 但這些地方通通不見 樹光蹤影 那明年會再來嗎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就好像這位同學說的一樣 期待365天之後 元旦樹光能夠上個臉 TVBS新聞 陳世銘留情 由黃凱敬以台東 清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